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沟通都要让民众直接有感 今天节目很高兴就邀请到我们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长陈大田陈局长 来跟我们聊聊卢团队上线以来是如何的达到建设不停开工不断的目标 局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局长刚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这个路频灯亮水沟通是民众最直接的感受 那其实这几个月来台中市政府在这个推动路面烫品专案这方面 也有不少的成效对不对 是的 就诚如主持人您刚刚说的路频灯亮水沟通 就像我们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 所以民众最有感的就是我出门在外路是不是够平 没错 那所以市长上任之后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请建设局要把台中市的道路做一个巡检 所以我们也特别有推出来这样的一个汤品的一个措施跟专案 对 是不是在市区的部分也有针对说 他比方说像潮富路的路段这方面 也有特别像他周边的环境来进行整个一个专案的一个进行 对 像潮富路或者说像这个交通要道 像黎明路或者是我们的环中路 这个都很多上班族或者说我们的市民好朋友们会行进的部分 那这个在我们评估上面我们透过这样一个专案 那所谓的这个道路要我们要把它烫平 那我想在意象上面都就像说我们小时候看妈妈 我们去玩到去游戏回来衣服皱皱的 然后就拿给妈妈 哎呀 明天要穿衣服上学了 结果妈妈就拿出熨斗 帮我们烫一烫 你会站在旁边看 那从皱皱斑马上变成焕然一新 我们希望给市民的这个朋友这个观念 我们的台中的道路 其实可以像这样子一个路平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烫平专案里面 我们从这样来发起 那我们利用我们新的技术 利用前生命周期的管理 那我们从源头执行的过程 加上品质的控制 那引进一些新技术新工法 我们再想办法把道路去整平 所以局长刚刚有提到说 引进一些新技术新工法 包含说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 其实整个烫平的这个工法工程是非常不简单 它还要排除很多的困难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的道路其实它不是很单纯的 这是一个这个A系 柏油路而已 柏油路全然说点的车 事实上在我们不知的下面有很多的一些设施物 对 比如说很多的地下管线 管线 水管 瓦斯管 还有很多的维修孔盖 没错 等等 那这些都会造成我们在路平的过程中间 它一个困难点跟障碍 所以我们在一方面要协调 把一些旧的管线去钛管 那新的这些管线或者说该新制设的 也能够在这个期间内同时间到位 避免我们重复的挖掘 那另外在路平的作业过程中间 我们跟道路的两侧怎么样去整平 还有我们很多地形地势的关系 所以在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 它从开始铺竹 开始它的一个材料管理 各界面上面的整合 还有我们透过好的机具来提升来试作 这个都是每一个步骤都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这个汤坪专案 除了说像我们市区 因为人口数比较多之外 其实在我们的山海豚各区 也都很需要这样的专案 尤其是说像是海线它风比较大 加上像幼石工业区部分 它可能就有一些大型的车辆会进出 所以容易压坏路面这种状况 是不是我们也都有在这些地方进行 特定区域的这些路平专案 也不一样的方法 对的 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三项路平灯亮水沟通 那我们摆在前面的路平 的确我们要硬地置疑 所以台中市它有三区 我们有三城 那有屯区 有海线 所以刚刚提到了这个在幼石工业区 或者在清水无期 它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个 室座中间风 天后的影响 还有它的盐分 那包括它有重车 会超载 所以我们在设计道路的时候 我们应用一些改质利清 或者说在中间有一些 这个在利静的部分 我们会做一些 你知道它加固强固这样的一些考量 那是不是像太平的部分 我们知道在那个长安医院附近 我们也有做这样的烫品专案 有没有错 我们在屯区部分 我们也是特别 所以我们很均衡 在山海屯 还有包括市区 像市长就任到现在了 我们初步统计 台中市政府 我们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路平 那大概有接近快200条 当然还不包括驱工所里面 它比较小街弄巷道的部分 那每一条道路 我们都利用这样的一个高标准 高水准 那希望增加市民使用上面的舒适感 而且将来它的寿命 也可以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延寿 延寿 那把生命周期 整个期程把它往后使用期把它拉长 延寿的部分 是不是刚刚局长也有提到说 这个不要重复的这个开挖 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不是我们也要 透过很多的一个联系 才有办法达成 没错 做一个工程 其实困难度不高 可是呢 你中间要去协调 跟要去整合 这个才是最重要 而且就怕你整合之后呢 后面突然又有人申请要来挖掘 对 该怎么办呢 那所以我们在整合的过程呢 我们有主动跟被动 那一方面就是透过新闻媒体 或者公告 里领长周知 另外我们也主动的去协调 横向的像都市发展局 那它是发建造制造的嘛 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建案 另外我们也请设计公司 包括同仁 沿线会去看 因为一旦我铺下去之后 可能一年到三年的期间 你就会被我进挖 进挖 因为为了维持这个道路的品质 对 跟大家同行的顺畅 所以新闭的道路里面 会有三年的进挖期 那如果是修补的道路 我们这个规定会有一年的进挖 那就像刚刚您说到的 那民生有需要 他要用谁用电怎么办 所以就必须透过我刚刚讲到的 还没有施作前 还有一些机会 那我们去调查整合 那另外呢 我们现在也每个月 会跟所有的这些 公用事业管线单位 会召开一个会议 我们也主动告诉你 什么时候要来进行这些道路的修筑 那他事先提出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协调 透过事先的协调 主动跟被动的这样子沟通的方式 希望可以让路面这样子 实坐下去之后 不要有重复挖补的状况 这样子大家在 骑在路上或是开车在路上 就不会有这个 道路是东补一块 西补一块的 这个不好的印象 是啊 我想这也是市民 大家所期待的啊 那像这样子的路面烫品专案 我们目前还有多少条 是我们要规划要进行的吗 我们其实 这个是一个无止境的工作 它必须持续下去 那因为道路市上 它有一个使用的齐宁 有时候三年到五年 要看看使用的强度 那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延寿 那另外一方面呢 市长他也非常的关心 所以在这个明年度 相关的预算里面 他也给我们充足的这样的预算 所以我们预期啊 一年大概可以执行 这样道路整平的计划 大概80到100公里 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呢 我们会印第制宜 有一些地方必须要比较优先 或哪些地方可以做其他的弹性处理 我们会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提升道路品质呢 相对的就是提升我们的交通安全 不过除了这交通的这个安全之外呢 怎么样让道路可以四通八达 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先进一段VCR 一起用钱 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地方明代 共同剪开彩带 宣告这条历经五年三任市长的道路 终于通车 卢市长也特别出席见证 丰原区丰市路二段484项 与富阳路235项得以贯通 让民众不用再绕路而行 所以我一周年以后 他就成了狗狗 就快做快做 他就跟我说加强速度 快做 我同传那些固 很无力 所以我要谢谢陈大田局长 跟我们所有我们建设局 所有的同仁 那这条路呢通车之后 不仅能够疏解 我们在南洋路的一个 拥挤的状况 也能够通到我们丰市路口 那对居民的效益非常的高 贯通丰市路二段和赴阳路向道的 丰原区都市计划 十一支十一号道路工程 由于涉及现有道路既有公共设施 需要迁移重新整合埋设 和台电台水与水利等单位相关 处理相当复杂 让这条全长约六百八十公尺的道路 拖了五年之久 总算在今天我们顺利的完工通车 这个对地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 虽然不是很长 但它的重要性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国道四号的工程 在这附近会重新有一个交流道 所以未来风潭段完成之后 这里面的一些车流的疏导 这条路是会发挥一些疏导功能的 完工后道路全长约六百八十公尺 路宽十二公尺 并改善测沟排水功能 未来将配合国道四号延伸峰市交流道 将与东市支线共够 对于峰原区域经济发展将有极大效益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 刚刚影片中看到这条路 不到一公里竟然花了五年的时间才通车 是不是请局长跟我们讲一下 是怎么样的打通这样的瓶颈 这条路非常具有指标性 因为它靠近在峰市路 也靠近在国道四号的终端 这条路虽然不到一公里 它只有六百八十公尺 但是它有跨两个里 有翁之里跟蓝田里 所以在四五年前 两个里长跟包括在地的这些议员 他们就很关心 因为这个路通了之后 其实它可以疏解在里面的这些住户 它直接到峰市路在省道上面的一个机能 那当初为什么会等这么久的时间 今年才这样顺利的打通呢 大家都喜欢去做顺的事情 然后很容易去达成的事情 所以这条路很有趣 一开始其实应建署 本来它要是做的 可是后来它去勘察之后 去了解相关的一些附近的一些状况 结果它后来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麻烦市政府你们来进行 所以后来我们在调查前期的规划里面 果然发现它有水浸 那有道路中间有灯杆 那另外还有一些高地差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呢市政府我们在接手之后 那一方面在这个协调的工作上面 花了很多的功夫 所以这个道路呢 其实它从一开始启动 争取到这个生活圈的一个经费之后 那从胡市长时代 中间到林家荣市长时代 到现在的秀宴市长时代 终于最后能够让它通车顺利的 达成地方人员的心愿 是不是也有很多民众跟您回馈说 真的通车方便很多 是的 所以当时他们还没有好之前 他们都主动来反映说 师傅你一定要办通车典礼 你如果不办我们自己要办 甚至才说我要准备一些汤圆 那地方自己的一些活动团体 他自己出来来表演 所以在通车典礼那一天 果然非常的热闹 那居民他们都怀着这个欣喜的 这样的一个心境 那一天我想市长 还有我们一些民意代表 甚至立委都来共襄盛举 都感谢到大家的一个期盼跟热情 我想因为这个瓶颈道路 大家是期待很久 所以当天通车了 大家才会这么的开心这么的期待 是的 而且有趣的是 我们一般的道路命名 通常就会尊重地方的意见 那这条路因为它刚好是在 汪字里跟南田里 那他们把它取的名 各取一个字 后来叫做富翁街 哇 好吉利的名字 刚好台中市我们现在叫平津记 我们希望能够把台中大建设 所以这条街在今年上半年 这个通车启用 我想整个人呼应 也希望后面能够 很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对了 对 是的 所以除了打通这个交通瓶颈 甚至是路面烫平专案的执行之外 台中还有哪些大建设呢 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待会回来 主播新时代台中大未来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 陈大田局长跟我们分享到 如何推动这个路面烫平专案 来缩短城乡的差距 同时也提到怎么打破这个道路的瓶颈啊 让这个民众可以交通更加方便 不过我们也知道 其实卢市长上任以来呢 他很努力的要振兴我们台中市的经济发展 也提出了这个前店后厂自由港这样的口号 其中啊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呢 更是一大的重点 我们先进一段BCR 虹土大展圆满成功 卢谷喧天想实现坠 为活动这段节目 紧接着在台中市长卢秀恩的带领之下 众人一同手持精产开工动土 宣告水南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动工 这一项的这个预算呢高达58亿 2000万 我们感谢市议会的支持 因为这个大概都是台中市自己的这个经费 那我们透过自己的力量台中市政府投资 大笔投资新建国际会展中心 被受业界期待的台中水南国际会展中心 历经20年的时间停留在规划 招标 旅游标 变更设计等阶段 其成是一言再言 而竹金在中央与地方的携手合作下 终于在23号顺利动土 也将朝向会议跟展览两大方向发展 预计四年后就能够完工启用 那么我们要变成一个国际大城 我们一定要有个会展中心 我们也要发展会展经济 这样豁出去钱进来台中才能够发大财 我们感谢我们也很高兴 今天能终于20年后能够动工启用 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它盖起来 盖好 让我们台中的经济大发展 未来完工后 不仅能提供2300多个摊位来展览 还有2400席的大型会议空间 将可以吸引国际厂商来台中办展 届时不仅可以带来人潮跟前潮 也让前店后厂自由港的展销模式 可以发挥到最大效益 记住陈河汉台中采访到 刚刚影片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际会展中心 其实这个模拟蓝图好漂亮 历经了20年的时间 风源那一段道路5年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这个竟然要20年 这规模之大 局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 所以也难怪是大家台中市民所因因盼盼盼 台中市已经是一个全台湾 我们第二大人口市的城市了 所以在台中市 必须有一个自己好的一个会展场所 所以这个市民的期待下 那市长他上任之后 也赶快把有一些整合的部分 做一些调整跟更有效益下面的一个处理 所以拍板定案之后 我们在3月23号也正式的来动工 未来这个完工之后 他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台中市我们要平经济嘛 所以在你有会展中心 他可以担任一个前店 一个很好的角色 那你有这个前店之后 你后厂的一个引进跟经营 才有办法 把整个城市去带动起来 那会展中心呢 它几乎是一个城市进展 进步的一个指标 所以在刚刚我们看到了 58亿是我们第一期的部分 后面还有接续的一个工程 会再把它完成 那在前面这个58亿里面 他能够提供2300多摊的这样的一个摊位 可以让所有的一些包括机械 包括电子零件 包括很多的这些会展的产业 都可以在台中这边做一个策展 其实民众可能不太了解 我有这么大的会展中心 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 有2000多个摊位进驻之后 相对的就会带来人潮 因为有人要来参观嘛 那有人要来参观 他的展期可能不止一天 所以他可能就需要住宿 那住宿的话 就会带动这个饭店的一个商机呀 那当然呢 他也需要吃饭嘛 所以就会享受到我们台中的美食 那么这一连串的这个后续的效应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摊位上 所带来的这个庞大的订单 订单也是我们台中经济发展的一大商机 所以说整个会展中心就是 环绕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观光啊 经济啊 相当于整个旅游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大家才都很迫切的 想要把它盖起来 对不对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些 产物链 经济的效益 它不是看在一个单一个事项上面 包括里面假设来一个旅游展 那你看看除了引进了这些摊商 这些策展的单位之外 很多人想要买早鸟的啦 想要来买套卷的 他来可能是全家家庭式的 那在这边呢 我们在台中市里面又有很多的美食 有好的旅馆 又有好多的好山好水 没错 要很多的经典的这些物化古迹 好像我们现在都会把它串联成 一个很好的一个套装旅游 那整个来呼应 让它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这个大众来我们台中 我们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就设在我们的水南经贸园区嘛 那我们水南经贸园区除了说 有一个这么大的会展中心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众所瞩目的一个中央公园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我们目前中央公园的一个进度怎么样 是的 我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水南经贸园区 那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早期呢它是一个这个民航站 来台中呢我们一个这个民客的一个机场 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在市中心区呢 所以后来它前建之后 留下来这样的一个200多公顷的一个用地 那市政府呢就把它做为一个区段征收的开发 所以开发下来之后 它有些地方是成为一个城市住宅区 是 有些部分就会变成我们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也推供一些学术 这个它的一个进驻 另外我们一些转运也在这个地方 那更重要的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我们留一个很大片的一个绿地 你知道有多大吗 不知道耶 它有68公顷 68公顷 对 如果你曾经去过这个温馨森林公园 那 有去过 有去过 对 灯会都在那边举办 是是是 我们今年的复灯区啊 对对对 国家灯会复灯区也在那里 对 那是它的十倍 十倍 十倍 哇塞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一天也逛得晚吗 你如果说好好去享用它 一天你一个是逛不完 所以中间未来我们有一些这个旅客中心啊 有很多的这个环境教育场所 还有很多的主题区可以来供大家进来这个地方赏万 所以说像这样的中央公园 那么大的面积相信它里面的生态也很丰富 很丰富 我们是不是也有为这些生态做一些努力 有的 我们有所谓的生态啊 考量周遭的环境的部分 那也有利用一些设计上面啊 去呼应这样的生态 所以呢 在公园里面 除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草坪啊 大绿地之外 我们利用这个生态制宏的概念啊 那虽然它是志宏池但是弄成景观池 它有一个很完颜的 在源头有一个天池 那这个天池现在也成为很夯的一个景点 很多人会在上面 在那个平台区往后看 会看到很高的一座桥梁 将来是一个地景地标 那除了这些生态的这个水岸之外 那另外我们有带入十二感官的一些有趣 可以让你去做各种不同的体验 你要去触摸 你要去看颜色 你要去组成的去登高望远 甚至呢 你要去做一些比较刺激的踩踏 都可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呢 发生这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民众已经可以去享受这些美好的事物了吗 当然现在因为是在最后的一个锦罗密鼓 它已经验收了末期了 那预计在九月十月 可以很盛大的开源 当然在这个之前 我们也欢迎这个民众们可以来这边 体验一下 试体验一下 试体验一下 这中间它有很蜿蜒的步道 也有跑步道 那你中间呢 它不同的颜色去拼步 你可以沿着这个部分 甚至骑脚踏车 那在这些步道跟脚踏车道里面很有趣 它是一些景观灯柱 矗立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颜色的 而且它会控制这个时段 你到这个半夜的时候 十点过后 我们渐渐渐渐就让它昏暗 甚至后面就让它洗灯就寝 因为刚刚主持人你也有提到 里面很丰富的生态 其实里面已经有人发现 有一些燕鸟 另外有些很多的这些栖息的鸟类 虫类其实都已经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发展 所以夜间在深比较内部的地区 我们就让它可以当一个栖息的夜晚时间 不要有光害的影响就对 除了这个中央公园之外 刚刚局长其实趁着这个节目休息的片段 也跟我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绿美图终于有进度了 是的 我想这也是大家台中市民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第二大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家室了 什么时候有我们自己的图书馆 我们的美术馆 那已经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筹备跟规划 但是好像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那这也是秀苑市长上任之后 我们面对第一个大的课题 因为前面有几次的招标 其实都流标了 对 但是我们要去让它顺利能够绝标 而且必须是优质的厂商进来 没错 所以我们一上任之后 我们也广邀英雄铁 我们也跑到台北去 这个只差不是招商 我们是去公开资讯 希望大家好好的来 大家一起来参加 对 而且这个设计的借助师 他也是文明世界的日本的一个魅导合室的建筑师 他也荣获建筑界的像金像前奥斯卡这样的一个荣誉 他是建筑界的普利兹科奖的得主 所以很不容易 这个也是在我们台湾里面 他在设计上面 在台湾第一件的公共建筑的一个作品 所以很多的世界各地的人也都在期盼 这件作品能够赶上来落成 所以很高兴的在今年终于能够顺利的六月招标出去 我们也预计在九月份 可以来帮他办一个盛大的文化的一个动土的一个喜宴 我们也期待这个中央公园可以早点让民众可以参与 绿美图也可以早日落成 让我们台中有一个真正森林中的美术馆 公园里的图书馆 让大家可以提升文化气息 不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还要请局长再跟我们聊聊 我们未来台中还有没有什么大建设规划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在水南地区里面 这些发生的一些部分 其实还有不少 我就先卖个关子 大家可以以后慢慢看我们 下一集的节目再来聊 是可以来体验 那至于说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发生的 我们有道路的脉络是我们很重要的 另外像建筑的部分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那像台中市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 我们要健康的城市 其实要有好的活动场所 除了山用公园这边去跑步之外 我们也在几个行政区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盖一些国民运动中心 能够提供给我们市民 那所以在目前除了台中市已经完成了三座 这个国民运动中心之外 我们也在太平 现在积极还在作业当中 那另外在大理 我们也有一个国民运动中心 对 也盖到一半了 另外我们在丰元的国民运动中心 也即将要启动 当然后续卢市长还有很多的规划 像清水北屯都还会陆续有这样的运动中心 而且这运动中心不是只有对青少年 那老人家甚至中间还会带进去一些儿童的 这个活动的专区 有把儿童运动馆这样的概念 置入在这样的未来的运动中心里面 就是一种全灵服务的概念就对了 对对对 是的 从局长刚刚的访谈当中我们可以听到 其实台中有很多的建设证陆续的发展当中 我们也很期待看到台中市的蜕变 台中大未来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